欢迎来到飞碟早餐,我是代班主持人尹乃金 现在呢,您在听广播的时候呢 您是躺在床上,开着收音机 或者是whatever,我们的这个飞碟的 飞碟联盟网的这个app呢,还是您已经起床了 正在准备要去出门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呢,是因为呢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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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都有睡眠方面 的问题啊,不管是失眠,浅眠 睡不好,睡眠品质不佳 然后在早上呢,起床的那一刹那的 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呢,很难很难 起得了床,然后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说 实在是,我睡了一整晚,我到底在 睡什么呢,起床的时候都还很累啊,那到底要怎么样 去解决这个睡眠上面的困扰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呢,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身体喜欢你这样睡 睡眠心理师为所有人打造的好眠方案 这是由心理师吴家硕 还有杨建明教授,临床心理师吴家硕,以及杨建明教授 两个人合著的,由商周出版社出版 今天呢,到我们现场的呢,就是好梦心理治疗所的临床心理师 作家吴家硕,欢迎家硕 乃静好,各位听友,大家早安 是,我们想要这个问一下啊,因为呢,在 呃,家硕他们这本书里面啊,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过去呢,嗯,比较少听到的啊,我想专业领域的人呢 会比,会,当然是会知道,但是我们比较少,少知道 你把人啊,就是睡眠的,他分成了系统 叫做清醒系统,生理时钟系统,还有恒定系统 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好,这个有什么 这跟,这跟我会不会,能不能够有,呃,一较好眠 有什么关系啊,好,非常有关啊,这三个系统 呃,可能不只是我们这本书这样分啊,就像刚才乃静提到的 他其实现在,如果任何人失眠 你透过国内外的失眠治疗的方法 去评估你为什么睡不好 都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切入 好,所以换句话说,任何人来到我的门诊 我都会去看他这三个系统,是哪个系统出了问题 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两个或三个 那我们会根据你的问题,再去给合适的治疗建议 好,所以这三个系统,其实换句话说 应该是现代的人失眠 你撇除掉很严重的生理问题 一定要去面临的这三个系统 不过这个概念其实还蛮新的 因为我分享一个数据,是2017年 所以到现在其实也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2017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失眠治疗的里程碑 因为他在美国、欧洲都开始认可 失眠的第一线治疗不是吃药了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在欧美 你跟医生讲说我睡不好 医生不会先开药 他会先请你做所谓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那这个治疗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会先去评估你到底为什么睡不好 所以国外的系统也是用这三个系统 就是生理时钟、恒定系统跟轻易系统 去看你为什么睡不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一个来拆解这三个系统 为什么在2017年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好,有可能他是慢慢累积的 我想说这样有这个病人去求诊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跟你讲说 你说我失眠 然后医生就跟你讲说 不,我们现在再也不开药了 我们要来先做这系统测试 那病人就更失眠了 就为什么2017年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先讲临床上其实蛮多病人期待这一刻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对药物又爱又恨 对,因为他有后遗症还蛮大的 所以其实现在的人我觉得越来越注重健康 所以他们知道可以不吃药 他们其实蛮开心的 不过的确为什么是那个年 因为其实论文它是都慢慢累积的 它其实大概从2004年到2015年 就累积了足够11年的资料 就发现说这个是可行的 就是说不要靠药物 而透过清醒系统 生理时钟系统跟恒定系统的这个测试 能够找出那个方法 让你不要再依靠这个药物 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好眠状态 那我先请教这个加硕心理师 您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清醒系统 什么叫做生理时钟系统 什么叫恒定系统 这三个系统有点绕口 但它完整的概念叫做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 也是一种心理治疗 那我们去抓这三个系统 那这三个系统我们稍微来解析一下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你到底是哪个系统做的问题 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我们有个问卷 有个线上版 也有个书上面的版本 书上版很长哦 题目很长哦 还要诚实回答哦 但是我们有变线上版了 所以你就用手机点一点 就可能可以找出来了 点哪里 我们在我的粉专或我的平台 或者这个书 就是无加硕 或者是说我们只要打 身体喜欢你这样睡 不知道打这几个字会不会找得到 那你可以查我 我叫做睡眠管理职人 睡眠管理职人 一盒无加硕临床心理师 口天无家庭的加硕士的说 然后就会有一个线上评估的方法 OK 那你就可以找出你到底是哪一个类型 那所以线上就比较简单 你只要QR code一扫 就可以得到你的问卷结果 好这三类我们来讲一下 先讲第一个 什么叫清醒系的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因为紧张焦虑而睡不好 但是比重上不一样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睡前很多的烦恼 胡思乱想 到了上床以后停不下来 所以你一样叫做失眠 好所以这样的失眠是一种类型 但是同样的失眠有可能会不同的状况 例如你是身体始终乱了 换句话说 现在的人因为作息比较容易变动 时差或轮斑 或我们这三年有个状况叫居家工作 很多人都不用出门工作了 所以你变成晚点睡而晚点起床 如果你的身体记住了你应该是晚点睡觉的人 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是另外一个作者杨建敏老师的论文 大家放假的六日会不会都晚睡个两个小时 应该不为过 平常可能六点起床 假日睡到八点 但是你的大脑也是像这本书说的 你的身体喜欢你这样睡 你的身体就会误会 我以后可以继续睡到八点 如果大脑误会了 你可以继续睡到八点 那我干嘛要这么早睡着 一天就会养成这种误会吗 两天就会了 两天就会 所以老师的论文就测出来 你两天晚起两个小时 你的大脑的睡觉荷尔蒙 就会延后31.6分钟 那我们人都不能够在假日的时候 多睡懒觉吗 所以可以 但是我们会建议短余两个小时 所以1.5个小时 就不会让你超过30分钟的往后跑 所以它这个是生理时钟的作用 生理时钟 然后所以这叫做生理 生理时钟的系统 那到底什么叫清醒系统吗 所以回到清醒系统 就是如果你的个性 是比较容易把焦虑压力 放在心上的人 很多人到了晚上睡觉 就可以切换 所以我要睡觉了 所以我不要管这些烦恼 但不得不说 有些人是忘不掉这个烦恼 但我常说忘不掉烦恼 不见得是绝对坏事 有可能怎么样 你是比较容易要求完美的人 甚至你比较容易成功的人 那甚至有些人 我们常在开玩笑 你在远古时代 你是比较容易活下来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注意外在的线索 可能会比较短命 但是他比较警觉 所以不会被害的意思就对 他搞不好会比较长命 因为他就不会被外面的老虎 不会啊 那个焦虑这么紧张的人 就现代的这个医学来讲的话 他不是会造成他 很多的一些后遗症 那所以他这个 就是这个是 只有我们的理解来讲 觉得这是性格嘛 就你的性格比较容易焦虑 比较什么 那这个跟清醒系统 到底有什么关联 您现在听到的是吴家硕 他是好梦心理治疗所 临床心理师 他和杨建明教授 共同出了一本书 叫做身体喜欢你这样睡 睡眠心理师 为所有人打造的好眠方案 这是商周出版社出版的 有好多很有趣的知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回到飞碟早餐的现场 继续请吴家硕 临床心理师来为我们介绍 到底身体喜欢我们怎么睡呢 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早餐的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 尹乃金 睡眠到底能不能够睡好好觉 是很多人很关心的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好梦心理治疗所 临床心理师吴家硕 他和杨建明教授呢 在商周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 身体喜欢你这样睡 睡眠心理师 为所有人打造的好眠方案 刚才呢我们请这个 家硕心理师呢 为我们介绍啊 因为他在这个书 他们在这个书里面呢 提出了清醒系统 身理时钟系统 以及恒定系统 他就是要透过这三个系统 来测试 就是说我们到底 我们如果睡不好觉的话 到底是哪个地方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怎么来调整啊 那刚才呢 吴家硕心理师呢 在为我们介绍 就是清醒系统 就我的性格呢 可能是比较焦虑 然后呢 他会让我在睡前的时候呢 都没有办法除掉这个焦虑 所以躺下去的时候 一直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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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好 所以我当然就失眠了 那可是就是说 就理论上面来讲 到底什么是清醒系统 清醒系统 它会怎么去影响你的睡眠 我们人的脑的中间 什么样的作用 去唤起了这个清醒系统 因为生理时钟 我们可以比较理解嘛 因为我们每天的作息 我们就是这样子 形成了一个生理时钟 那清醒系统到底是什么 好 那所以如果回到刚刚说 紧张焦虑的人 到底会不会短命 的确如果你一直紧张焦虑 影响到了全部 你的清醒系统太旺盛 那你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 而影响到睡眠 影响到健康 清醒系统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在你 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大脑 大脑里面 然后它是靠什么脑内飞 还是怎么样去控制吗 它有点难靠单一系统 因为它就是整个大脑 我们要去警觉 外在所有的线索 OK 所以你如果说 它要在某个位置 它比较会偏在 就是警报系统就对 但是如果它某个位置 它比较偏在大脑的前面 我们就要前额夜 前额夜 或者性能核 那这个东西 它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我们的警觉程度 任何人都有 那甚至它甚至是保护我们 但是如果它影响到了睡觉 我们就要让它 在睡觉之前关掉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的确像刚才乃金提到 它是一个警报系统 它是一个大脑的雷达 它雷达一定要运作 我们才可以知道 风吹草动 但是如果这个风吹草动 影响到了你的睡觉 你半夜 还要知道这些风吹草动 因为这是合理的 因为你半夜 还是要知道外面的线索 或者是你要在半夜 去运作你的大脑 你白天早上 才可以赶快接着 因为有些人要求完美是 一早起来就要马上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大脑变成是24小时 所以在书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的清醒系统有时候是24小时的运转 是它里面也提到 就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清醒系统太强的人 他会去 有的时候呢 他会 他会因为压力嘛 他就只有你 而且在实验上面呢 就是说 有些人呢 他的会容易失眠 他的负面想法比较多 所以呢 吴嘉硕心理师呢 他们在这个书里面呢 就建议大家就说 你如果是属于一个 就是那种 总是在那种 很很警觉状态的 的话呢 他们会有一些的方法 一些的仪式 让你在睡前的时候呢 不要这么的 就是放松 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就睡前的 就如果说我的清醒系统 如果经过测试 就发现我就是个多焦多虑的人 所以我现在可以要怎么样 所以你们有一些 睡前的仪式 然后什么叫做幼眠法 最重要的方法有哪些 但是我要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清醒系统高 先不要自责 因为它其实让你有机会 有成就感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好的 只是你要在睡前的时候 把它切换成睡觉模式 你的清醒系统 你的雷达要慢慢静下来 所以分享一个概念 我们叫做风扇理论 书里面有提到 大家可以想象 什么叫风扇 你都吹过电风扇嘛 风扇如果你要把它关掉 它会立刻停吗 不会 它会有个惯性 慢慢的停 到停了以后 你去摸它的马达 它还是热热的 所以一个风扇 它完全冷却 需要一点时间 大家正在清醒系统 很高的大脑 你要完全在睡觉 马上关机 不可能 所以你要给它一段时间 所以就像风扇一样 第一个一段时间 大概多久 30分钟到一个小时都可以 要这么长 对 你不要 因为就像电风扇 它要关掉 一定要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觉得 我要求效率 我三分钟 五分钟就要关机 太快了 再来就是关键 这段时间要做什么 很多人会越做 越焦虑的事情 例如他觉得 我要放松了 我就看一下新闻 结果新闻一讲的东西 可能是更焦虑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决定事情 例如你可以听一个 你比较喜欢 像这种早餐的 Podcast 你录音的内容 你在睡前听 比较轻松 或者是我们书里面 提到一个四个B 当做一个睡前的仪式或幼眠 它是挑选过的 每个动作都有睡眠的医学根据 第一个是洗澡 你说洗澡就是放松而已 没有 洗澡它会让你睡觉的时候 温度先从洗澡的时候拉高 温度在洗澡的时候 再慢慢降温 温度越下降 睡眠越稳定 因为我们睡觉过程中 就很像冬眠 温度是下降的 所以洗澡会让 睡觉的时候 前面先透过洗澡 拉高温度 半夜降得更稳定 所以它是有科学的角度去看的 第二个B 是烦恼笔记本 它特别针对清醒系统的人 因为很多人是一上床 白天的事情都忙完了 小孩可能也顾好了 小孩睡觉了 你上床才开始想 我还有什么东西做得不够好 我们讲无日三省无声 但是这个醒 反省不要在床上 所以你要在上床之前 我允许你可以写 但是你要找一个地方 不是睡觉的地方 你的书桌 你的客厅 你好好的允许自己 这个时候可以把烦恼写下来 所以写下来以后 告诉自己停下来 不要到床上告诉自己 不要想 因为这个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这个是心理学上 有个叫做白熊效应 现在叫大家 努力的不要想白色的熊 不要想白色的熊 站在那边 你就办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把烦恼写下来 告诉自己 OK停下来了 第三个就是 做一个放松训练 因为不得不说 你在写烦恼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到担心的东西 所以第三个动作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放松 所以书里面就教大家 怎么从呼吸的调整 肌肉的放松 甚至加一点冥想 一点暗示 这个时候 就会让你的大脑 切换到睡觉的模式 最后一个B 就是床 回到你的bed 让床跟你是好朋友 不要在床上看电视了 不要在床上看书了 就在那边刷手机 对 刷手机 所以就变成一个仪式 让自己到了睡觉之前 你的清醒系统 可以慢慢切换到睡觉模式 是 然后也有特别提醒了 在书里面呢 就说 不要在睡前 做那个剧烈的运动 那你这样人没有办法 count down下来 然后还有在书中呢 因为他这个书 真的蛮实用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也可以解答 大家的一些疑惑 比如说 你有睡午觉的这个习惯 那书里面的建议呢 就是说 睡午觉就不要超过30分钟 而且午觉是好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 你如果说前一天的 你前一天呢 就是睡眠不好 然后呢 你不要在你第二天 要睡的前八个小时 又在那边补眠 补太长的眠 你就把你的那个 给打乱了 所以这是清醒系统 而且就是清醒系统 太强的这个朋友呢 这个吴家硕 这个心理师呢 给您建议 可以用这些的方法 那生理时钟 我们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理解嘛 那比较困难的是 比较困难的 要来请教这个 家硕的就是说 如果说 我是大业班 大业班的人 然后或者是说 我突然因为这个工作 然后把我的这个 生理时钟打乱了 或者是说有时差 那该怎么解决啊 所以的确书里面 也会针对不同的族群 就像轮班的人 或有时差的人 那大方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时差 或你有轮班 你一定要依靠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睡眠的好朋友 我们叫做太阳公公 太阳公公 其实太阳可以稳定你的作息 它的逻辑比较是跟生理有关 大脑的光 大脑会配 大脑的睡觉荷尔蒙 就退黑激素 会被这个太阳的光 抑制下来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早上看到太阳 太阳的光 就会传递到大脑 提醒大脑 现在是天亮了 要把睡觉的荷尔蒙 关掉 但如果这个逻辑 所以睡觉的荷尔蒙 是退黑激素 对 它是晚上才有 难怪有段时间 不都是很 就是大家吃那个退黑激素 所以它的作用在这里 告诉你说 该睡了 对 所以大脑在睡觉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荷尔蒙 但是这个退黑激素 很特别 它刚好跟光 刚好相反 但是一定要是太阳的光 你说一般室内的光 没有 真的啊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个光的照度 太阳的光 它的照度 就是照亮的 照亮的照 它是一个光的单位 难怪北欧的人很忧郁 有没有 没有错 因为它的太阳就不够 太阳不够 但是北欧的人 他们在家里 会有光照灯 是 可是您说 那个光照灯没有作用吗 要特殊的灯 要特殊灯 对 要达到这个照度 照度需要2500 一早的太阳就有 一般室内的光 我们如果不是特别的灯 最多300到500 所以你说它差了五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是在北欧 他们特殊的灯具 它就可以做到一万 中午的太阳就一万到十万 但是这样的照度 就会影响到大脑 让大脑知道 现在是天亮了 不要有睡觉的荷蒙 好 那回到轮班的人 对 如果你是下大夜 早上大概六点下班 或七点八点 你要回家睡觉 这中间不可以照到太阳 很多人下大夜 你再说一次 你一旦下大夜是早上六点 好 有可能现在是早上的时间 很多人是下大夜 那很累啊 你要回去睡觉了 对 想要睡觉 这中间不能照到太阳 不能照到太阳 你可以回去睡觉 你的睡觉可能是早上十点 OK 因为可能早上十点 可以睡到下午五点 但是很多人没有管它 就早上下班七点 回到家的十点 这中间就尽量照到太阳 因为这个时候外面有太阳啊 但是睡眠医学的角度 这个时候你不可以照到太阳 因为你要睡觉了 你的退积出荷尔蒙要出现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照到太阳 见光时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下大夜班的人 在下班的路线上 戴帽子 戴墨镜 尽量的走在旗楼下面 不要照到太阳 但是你的睡眠会稳定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懂身体 喜欢你怎么睡 那如果说我掉呢 就是说转过来 就是说我可能 本来是夜班 像我以前在报社 我们都很习惯 就是比如说 很晚下班啊 然后三点就是夜猫子的 那我如果调整我的作息 反向的话怎么弄呢 反向一样 太阳要很重要 你要回到白班了 所以你有可能是正常的 晚上可能十一十二点 所以早上六七点起来 第一个白班的太阳很重要 假设你一开始回到白班 早上上班之前 挪个半小时 甚至到一小时 照满满的太阳 让太阳重新 重置你的身体时钟 那这个概念很像什么 如果你搬到了美国 你定居在美国 你就会回到美国的时间 因为美国的太阳 是这么运作的 所以您说 调时差的逻辑也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在书里面写 因为我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 都要出国去玩 然后调时差 可能是很多 就时差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人的困扰 在书里面 有个建议的就是说 你先上了飞机的时候 你可能就把那个时 你的手表啊 始终先调到 当地的这个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还是照太阳 对不对 但是要仔细去谈 太阳对我们大脑的 这个推移就是他的逻辑 但是书会讲的 比较详细啊 他要透过眼睛 所以你不是说 身体照到太阳 有很多人说 照太阳照太阳 我有照啊 但是睡觉的时候 一边睡 一边拉开窗脸照 没有用 他要透过眼睛的视网膜 视网膜 那么复杂啊 对因为视网膜是神经聚集的点 他才可以收到 足够的光源的刺激 传递这个光源 透过视网膜 传到大脑的视差上合 反正就是大脑很多的位置 他才可以关掉 睡觉的荷尔蒙 所以太阳光 为什么要照30分钟 因为他有个路径 你说照个3分钟5分钟 他还没传到我们的 要30分钟 对 才可以传到这个 我们叫做松果体 大家不要误会哦 不是去直视太阳 对对对 直视太阳 眼睛会受伤 你说照30分钟 才会送到松果体 对 才可以关掉退役技术 对 好特别哦 对 然后呢 这个书里面呢 也有特别的要提醒大家 因为很多人呢 觉得自己呢 我晚上很难睡 就很习惯呢 我睡前呢 要来喝个小酒 其实不好的是不是 对 就我常说 他就很像一个球棒 把你打晕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 喝了酒晕晕的 但是这个晕晕的不见得等于睡觉 我们真的身体要睡早 其实要分睡觉的过程中 要有浅睡以外 还有深层睡眠 还有一个叫做梦睡眠 喝了酒 它会让你的深层睡眠 跟做梦睡眠都变少 为什么变少 因为你的身体还在代谢酒精 因为你喝了酒 身体就要代谢它嘛 所以它就睡不生 所以你会觉得 喝了酒好像晕晕的 但是它其实只有浅睡 那深睡很重要啊 深睡让你的身体修复 所以很多人喝完酒 白天觉得好累 因为你睡得不够好 所以酒原理上是负面的影响 但是你偶尔 就像现在要尾牙了 大家偶尔喝一点酒 倒不用这么焦虑 但是如果你要长期 靠喝酒来助眠 它就万万不可了 那到底酒对于放松这件事情 有没有帮助呢 酒的确是 酒是一种极有抑制的作用 就会让你身体没有力气 所以酒的确是一种 让你肌肉可以放松 但是就是说 适量的话可以 但是不能够把自己灌醉 或是喝到什么 所以它是有量的 对不对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没错 我们必须这个 我们NCC的规定 我们相关的规定 讲到酒就必须要讲警语 不好意思 酒很特别 酒是一个很高的 耐受性的物质 什么叫耐受性 就是你不会每次都喝一点点就够了 酒会越喝越多 所以你说 喝了一酒晕晕的 OK啊那可以 但是如果你需要得到这个晕晕的感觉 你第二次就要喝更多 所以越喝越多 它就会上瘾 越喝越多 你就会半夜起来上厕所 所以它偶尔喝 我们不反对 但它长期变成是一个改善睡眠的帮忙 它就万万不可 是 那再请教就 什么是恒定系统啊 然后最后一个系统叫恒定系统 它管的是你睡眠的平衡 换句话说 很多人是因为退休了 或者是可能居家工作 白天不够累 所以它就没办法在白天累积睡眠的需求 所以它到了晚上就不会那么想睡觉 所以你看一样的晚上睡不着 有可能是紧张焦虑 有可能是你的生理时钟乱了 有可能是你白天不够累 但是它是三个系统混在一起 所以恒定系统 另外一个荷尔蒙叫做腺肝 腺肝的概念是我们一早醒来 我们会消耗能源 所以假设我们走路 或者说我们只要眼睛张开 在动作 这些能源就会产生一个废物 这叫做腺肝 所以我们越累积越多 这个腺肝越来越多 你就会提醒大脑 我要睡觉 去把这些腺肝还原回来 变成原本的能源 所以睡觉的作用 就是还原你的腺肝 那这个腺肝需要累积一个量 大概你可以算 大概就是16个小时 所以你早上气垫醒来 它就要累积16个小时 到晚上23点 才有足够的量 所以就像刚刚乃金提到的 如果你白天午睡 30分钟 睡太多了 你就腺肝就用掉了一些 那你到了晚上就不够量 所以恒定系统讨论的 就是白天累不累的问题 或者是有些人睡太多了 晚上躺了10个小时 所以它修复掉了太多的腺肝 所以白天要累积 也累积不了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抓到一个人 足够的合适的睡眠量 这个也是有国际的建议 每个人的年纪不一样 对照的睡眠长度不一样 一般如果是各位听友 应该是落在25到64岁 大概会建议睡7到9小时 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这个 睡眠系统整个 它跟你的睡眠品质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的 睡眠品质不好的话 好像就是都是会欠的很 身上欠的债很多 好像怎么睡都睡不饱 然后所以呢 到底该怎么样 建立起好的习惯 然后睡不好呢 对我们身体会有 什么样的伤害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继续请教好梦心理治疗所 临床心理师吴家硕 进口网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 尹乃金 我一个熊熊开麦 就要说欢迎回到 飞碟午餐的现场 我们今天呢 介绍这个商周出版社 出版的身体 喜欢你这样睡 睡眠心理师 为所有人打造的好眠方案 这是吴家硕 临床心理师和杨建明教授 两个人合住的 很有意思提供了我们一些 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原来全新的 去认识人 影响我们人的睡眠 原来他有清醒系统 生理时钟系统 还有这个恒定系统 那彼此之间呢 如何的交互影响 然后如何改掉 就是他们怎么这样子印象 相互影响 然后如何改掉我们 可能不好的这个睡眠习惯 那我今天在现场的呢 是好梦心理治疗所的 临床心理师吴家硕 请教这个家硕 就是说 我也是看了书 才非常的明确的 这个知道 就是说 一个人呢 如果说睡眠呢 是不好的话 他的 他所造成的副作用 竟然这么大 就是说 如果我们睡眠好 睡眠的状态 他是要可以去帮我们 去固化 早上的这个记忆啊 原来他有这个作用啊 我们如果把睡眠 分成几个阶段 浅睡 就是比较浅的睡眠 我们就不谈他的作用 深层睡眠 是让你的身体休息修复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没有睡得好 你就没有机会 修复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生病 感冒啊 或这些免疫系统的问题 另外一个叫做做梦睡眠 做梦睡眠很特别 很多人不太喜欢他 因为他好像很清醒 但是做梦睡眠 在心理学上来讲 他好重要 因为我们的梦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 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他就是把白天思考的 所有东西 去做一些整理 他可以说叫做 去无存经的概念 就是把你不要的东西 丢掉 要的东西 透过晚上的做梦 去做一些连结 把大脑过去的东西 跟现在的记忆 做一些连结 所以研究发现 你有好好做梦的人 你睡前背的东西 隔天早上都比较容易记得 所以前段时间刚好学测 我也都会特别提醒考生们 考试的前一天要睡得够长 尤其是睡觉的后半段 有大量的梦 可以帮你把这些记忆做固化 这个好重要 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因为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呢 都有这个的习惯 就是什么熬夜啦 然后赶报告啦 然后做什么东西 那书里面呢 很明白的告诉我们 这个效果非常之差 对 千万不要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先懂你的身体 因为书里面一直重复一张图 就是我们睡觉的百分比 前半夜是睡深睡 后半夜有大量的梦 所以你说 我睡个三四个小时 就赶快起来 应付隔天的考试 或隔天的任务 你就睡得不够长 到底要多长 您说建议 您刚才有提嘛 就是说其实 20多岁到 25岁到这个60多岁 其实都是建议 起码七个小时 对不对 七到九个小时 真的要这么长 的确 因为这个是研究的角度 所以就像刚才乃琴提到的 很多人都觉得 因为睡觉好像很浪费时间 然后就觉得 时间上都拿来睡觉了 都没办法产生一些 有产能的东西 不过从研究的角度来讲 七到九是建议 所以换句话说 甚至可以睡八到九 不过建议是七到九 如果你真的睡得比较少 至少不要往前推 超过六个小时以下 所以它有一个及格边缘 所以18到65岁 都是及格边缘 是六到七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 稍微牺牲一下睡眠 至少要睡六到七 所以因为您刚才提到说 睡眠有很多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多 在那个梦的 这个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故化 记忆固化的一个时刻 对对对 那甚至也有研究去看到 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 有这些很好的记忆固化 对于这些失智 记忆力有状况的人 其实也会有些 正面的发现 真的吗 对 但是呢 我非常的会做梦 我从小 我从小就很会做梦 我的梦呢 是还可以连续 对 然后呢 我在做梦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梦 会醒来 可是我的记忆力 还是很不好啊 不过 你刚刚讲就是说 对于失智这个部分 对 就如果没有 好好的睡眠的话 对 它对于 可能会造成 会造成 一些失智的 那个状况 是不是 因为他说 您在书里面提到说 睡眠呢 对于人的胶质细胞 有很重要的影响 胶质细胞 是大脑的支持细胞 然后这些的代谢物呢 就会 会跟这阿兹海默有关的 这个β类 淀粉蛋白 对 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 那这个是 有些研究 去看一些影像图 如果我们做大脑的 这种一些影像 如果你在睡得很好的时候 尤其在深层睡眠 或做梦睡眠 大脑的脑波会同步 同步代表什么 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 大家如果起床以后 大脑其实是很活药的 这个时候你的废物 排不出去 因为它会塞住 那睡觉的时候 我们大脑 脑波是很同步的 好特别 这个时候对 透过那些影像图 你会发现 大脑的这个脑脊水溢 会把这些废物 推出去 好神奇喔 很有趣的大脑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睡觉 它会让你的废物 排出去 好那这些东西 如果塞住 就很像你想像 大脑就很像降虎一样 它塞住了 所以你就没办法有好的记忆表现 我常常清醒的时候 也是一脑袋降虎 对于很多人来讲 其实大概他 他会 他要怎么样知道说 您如果说有失眠方面的 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当然知道 你睡眠很不好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他是浅眠 觉得说 其实我好像这个 都睡觉的时候 都没有好好的 这个休息 醒来的时候 觉得一生枉然 但是其实 他在临床上面 经过测试 未必 对不对 对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知道 我的睡眠品质 好不好呢 好 也许我们分几个 一个是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你就可以去 所谓的睡眠中心 做一个晚上的睡眠检查 你就可以知道 你客观来讲 睡得怎么样 好 但是因为这个睡眠检查 其实不容易安排嘛 那所以你要花一整个晚上 这是客观的 你也可以用主观的 一般来讲 如果你睡的时间够长 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你有睡7到9小时 那这个是睡眠的量 我们要达到睡眠好的品质 但是品质 主观的你可以感受 早上起来 如果你觉得 你不需要喝咖啡 你可以维持精神 先维持4个小时 好 所以第一个 那接下来 中午你睡个午觉 或可能你喝一杯咖啡 又可以维持到晚上睡觉 如果你的精神 可以维持这两波 就代表 其实你晚上睡得还不错 但反过来了 他搞不好都靠他意志力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靠意志力 不会撑这么多天 所以如果你 晚上睡得很差 你早上的那一波 到中午以前 其实你很容易 就没办法维持精神 所以有可能 有些人早上就比较容易 恍生 倦怠 或者是开会打瞌睡 所以我们可以 主观的去看你的精神表现 但如果我们回到 书里面有一个定义 如果你很想要知道 自己有没有符合失眠 有个五个三的定义 第一个 你的睡眠困扰都是30分钟 躺在那里睡不着30分钟 半夜醒来30分钟 或太早醒来超过30分钟 再来一个礼拜大于3天 持续超过3个月 如果你有这个状况 就要赶快做治疗了 因为它代表严重程度 已经比较高了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你可以做一个睡眠检查 或你可以主观评估你白天 精神状况怎么样 是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 睡了 睡了之后呢 可能两小时 就醒来了 然后醒来就很难以入睡 请问 他要怎么治疗 好 这个问题很重要 是因为很多人的确是发生在半夜 很多人半夜醒来以后 就会觉得我要继续躺在床上 等待继续睡着 这个也是我们建议不要的 我们要逆向操作 你已经睡不着了 你躺在床上也是会继续紧张焦虑 倒不如离开你的床 在床旁边 放一个沙发 放一个蓝骨头 或离开你的房间 做我们教你的放松训练 就回头 回头是不是 对 那因为与其在那边紧张焦虑 倒不如中止这个紧张焦虑 而且我们去做一个有效的放松 接下来再回到床 你可能是说 我们在书里面有教三个方法 第一个叫呼吸训练 很多人一紧张 其实呼吸会变快 因为你要吸进更多的氧气 才可以应付你的压力 但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刻意提醒自己变慢 那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腹式呼吸 不是用胸口来呼吸 肚子 倒肚子 因为就可以比较慢 第二个叫做肌肉放松 很多人一紧张会耸肩 会咬牙切齿 整个人紧绷起来 一样 他处在被站状态 是好事 你才可以把你的危机赶快应付好 但是你的紧绷 就可能让你晚上 继续紧绷而睡不着 所以半夜起来 有可能也一样太紧张了 我们就做肌肉放松 第三个叫冥想 透过一些自我暗示 甚至有点像催眠 这三个你要做哪一个 有可能看你的症状 有些人是一醒来 呼吸加快的 你就做放松 呼吸放放的方法 肌肉紧绷的 或者是容易胡思乱想的 所以书里面三个方法都有教 那你就会根据你的状况 去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我自己好了 半夜起来 如果真的上个厕所 或小孩子在提到你干嘛的 如果我觉得我没那么快睡着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 如果你觉得你三五分钟内可以睡着 你就继续躺 如果你觉得你没那么快睡着 离开床 让自己放松完 再回到床 你可能会觉得 我这样离开床又做放松 可能要花个十分钟 但是你可能躺在床上会花三十分钟 所以我们就缩短了 你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间 换取可以睡着的时间 是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他其实他就变成是惯性了 就是说惯性他可能睡个觉 他就醒来 他觉得他也没有在紧张啊 可是就在入睡很难 您临床上有碰到这样的例子吧 有可能 但是他有可能不自觉的 白天可能有一些状况 例如他白天睡太多 所以你白天睡太多 所以晚上就不需要睡这么多 而醒来 的确你不是紧张焦虑 所以就回到这本书 我们要看你的类型 如果你是紧张焦虑 而半夜醒来的 你就半夜做放松 如果你是白天睡太多的 所以你就白天要减少睡眠 甚至运动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千万千万就不要去追剧了 对对对 他就会变成让你又亢奋起来了 不要再去追剧了 我请教这个吴嘉硕 临床心理师 您说在您的这个 临床的案例里面 透过这样的方法 您的来跟您求助的病人 真的能够戒掉他的 不管是吃什么安眠药 或者是说什么 症静剂 真的能够戒掉吗 可以 我临床上至少有那种 吃超过十年的 真的 那这个很厉害 或者是他同时吃超过三颗的 最后也都可以不用吃 真的 但我们要提醒大家 一样 吃药绝对不是坏事 它可以帮助你睡好 我们要做的概念是 我们要找到比吃药更有用的方法 去取代它 例如你本来是吃饭会饱的 你不想吃饭 你就要吃别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吃药而睡觉的人 我们就要找到 对于你一样有用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是做取代 不是突然就不吃药了 你找到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 例如放松训练对你很有用 睡前的仪式对你很有用 那这些方法开始做了以后 你变成有两个方法 改善你的睡觉 接下来我们让药物慢慢的退场 本来的一颗 可能变半颗 本来的每天吃 可能变成五天吃四天吃 分享一下大方向 一颗药要从每天吃到完全不吃 至少要两个月 这个是很多的 已经很快了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我可不可以马上不吃 两个月很快了 但是如果两个月慢慢的减 身体会忘了药物的作用 两个月很快了 这个很厉害 对 那如果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最后只剩下30秒 那如果说我原来有比如说忧郁焦虑 这种的话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助眠吗 如果你是很明显忧郁焦虑在先的 你还是要处理你的忧郁焦虑 现在处理这个 但是不得不说现在有研究去看 如果你好好处理睡眠问题 你的忧郁焦虑会跟着改善 没错 因为它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我们找一个点 从这个点切入 你可以从睡眠切入 你也可以从情绪切入 但是睡眠这个点是我比较擅长的 所以很多人治疗好睡眠 情绪的状况也开始越来越稳定 它就稳定下来了 对 因为你睡不好的话 你第二天 可能就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很焦躁 不如你盆来脾气就很不好的话 那就不再此限了 那就要去修行 非常谢谢好梦心理治疗所 临床心理师吴家硕 他和杨建明教授 他们出了这本书 上周出版社出版的 身体喜欢你这样睡 睡眠心理师 为所有人打造的好眠方案 谢谢加索今天来分享这本好书 还有这些的经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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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